峻谷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定光禅寺 它也是叫做广东尼众佛学院 它是位于鹿丰市的西边 大概距鹿丰市的市区可能有十来公里 既然是叫做尼众佛学院 那里面是有很多尼姑在这里修到的 这前方这座建筑是叫做大雄宝殿 大雄宝殿是一座寺庙里面的最重要的建筑 所以它的屋顶也是等级 规格非常高的 是叫做崇岩歇山顶 这座定光禅寺不是我第一次过来了 我第一次过来是在读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来到这里就感觉到这个寺庙非常大 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 为什么我第一次过来这边会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呢 其实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它的规模特别大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配置 非常的高规格 因为在当时我就看到 这个尼众佛学院里面 有一些房间里面是放着一整排的桌子 然后桌子上面是有一整排的手提电脑 所以说是非常的现代化的 虽然说这个寺庙会保留着比较多传统的文化 但是它的办公和管理也是与时俱进的 现在我要沿着这个台阶直接上到最顶端来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在这边有好几栋房子都是新盖的 并且这些寺庙 庙宇都是非常新 维护得非常的好 刚刚我在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有好几位尼姑 而且是非常年轻 这座定光禅寺它是在明崇祯四年的时候开始建的 到现在已经将近有400年的历史了 它在过去并不是叫做定光禅寺 而是叫做青云寺 因为这座山就是叫做青云山 现在已经快上到这座寺庙的最顶端了 上来这上方来去俯瞰一下陆丰市的全景 哇 现在已经上来了最顶端了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陆丰市的全景了 当然今天的天气还算是挺不错的 站在这个青云山的顶端来去看陆丰市的地貌 可以看得出来 整体上还算是比较平坦的 它的大山不多 由于近代的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吧 原来在定光禅寺里面的一些珍贵的文物 都遭受到了非常大的破坏 那现在仍然保留在禅寺里面的文物已经是为数不多了 这个广东尼众佛学院是在1998年的时候才正式挂牌成立的 所以它也是填补了在广东省内 没有尼众佛学院的这样一个空白 OK 这边就是定光禅寺 我是一游记的俊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